- 这边告诉各位一个天大的好消息,6月24号早上,美国最高法院针对Rowe v. Wade 的判决已经出来了,以6比3的投票结果推翻了宪法保护堕胎权的判决。 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保守派都开始欢庆,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不再保护母亲可以无条件杀死还在肚子里的孩子的权利。 这个是近期保守派的胜利,同时也是基督徒的胜利。 现在左派已经在最高法院门口聚集,说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无效的,是非民主的,是不正当的。 在推特上,左派的政治人物也开始呼吁民主已死。 请所有支持堕胎权的人在他们的城市内抗议游行。 所以各位请注意自己的安全,特别是这个周末。 这个判决并不表示美国这个国家开始全面禁止堕胎,而是联邦政府承认堕胎权不是联邦政府可以控制的。 在判决书上,大法官Clarence Thomas更是说道,法院以及联邦不该有权利介入各州的堕胎法。 这个样子的法律应该要还给民选的州政府来决定。 意思就是,每个州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定制堕胎法。 例如左派掌控的加州、纽约、伊利诺伊州, 妇女还是可以依照州法去堕胎。 甚至因为州掌控了是否有堕胎权的缘故,各州的政府可以创造出更夸张、更恶心的提倡堕胎的方案。 也就是说,这个胜利并不是一整个事情的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关于堕胎的议题,我们要针对的就是各州的政府以及政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好消息传达出去,而且把事实告诉那些还在抗议的人。 跟他们说,这个判决大概不会影响到你的州。 但是,为什么我们反对堕胎? 为什么在肚子里的孩子是一条人命? 为什么我们要教导女人懂得如何尊重自己的身体,还有尊重生命的可贵? 各位要记得,现在是一场文化战争。 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文化。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像Roe v. Wade这样邪恶的判决,就会不断的出现。 所以请大家把好消息传达出去,保护自己,然后让我们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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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